大家好 欢迎来到刘振峰生活频道 之前我们已经拍了十二生肖在2021年里的运程 要注意的事行和趋吉避空的方法 但有很多朋友仍然问我们 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平时帮助运气呢? 所以我们就拍了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教大家利用出生的季节 即是出生的四季春夏秋冬 去帮助你们趋黄运程 怎样帮助呢?就是利用五行 出生的时候在哪个季节 就会有相对缺少和太多的五行 那我们怎样利用这个五行去帮助大家运气呢? 就是我们这篇讲的主题 大家可能会说 那四季会不会很弄统啊? 其实呢 仔细分的话 之前我出过一本书就是日柱六十命格 就是说你出生那天 利用出生那天的五行 推算你的性格 运程 以及怎样帮助你改善运气 但是呢 如果要说六十个 太复杂了 这本书我已经出了很久 这本书我2012年出的 也差不多十年前 那我们就讲解一下 在出生不同的季节里面 你所缺少的五行 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催黄它 太多的五行 怎样我们可以洩走它 帮助你的运气 现在呢 请你把脑海里面的生肖云情 星座云情 暂时放低 将你在脑里面 有关命运的知识放低 我会带你进入一个 和以往不同的命理世界 好了 我们提到四季是根据传统的运数 即是用二十四节气作为准则 而不是农力 要留意 农力是月亮力 是阴力 用月亮的周期来计算 和二十四节气不同 二十四节气是太阳力 是太阳的运行周期 即是地球围绕太阳一个圈 就是一年 就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 所以它和我们的西力 基本上是相同 可以双配的 虽然可能有少少分别 但方便计算 我们是用西力来计算我们的四季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 春季是指 立春至立夏前一日 即是西力2月4至5月5 夏季是立夏至立秋前一日 西力5月6至8月7日 秋季是立秋至立冬前一日 西力8月8至11月7日 冬季是11月8日至2月3日 我们简称春季出生的人 我们叫春生人 夏季是夏生秋生冬生 方便我们之后的称呼 留意 春生人除了要参考春生的命格之外 亦都要参考秋生人的命格 秋生人适合做的事 春生人尽量不要做 夏生就要参考冬生的命格 冬生适合的夏生就不适合 秋生当然要参考春生的命格 春生人适合做的秋生人就不要去做 而冬生也是 要参考夏生的命格 夏生人适合做的冬生人就盡量不要去做 好了,我们首先讲一下春生人如何增强自己的运气 春天的时候 木是生旺 所以春天命格中的木会非常多 所谓木性金缺 所以我们要集中摧旺春生人所欠缺的金 利用金去克制木 和加强自己的运气 由2023年开始的20年 地球走的大运是属于八运 黑土的影响之下 春生人本身的木运都会少 运气会比较好 而由于肺、骨、牙齿、面 和大腸是属于金 所以春天出生的人 容易染上和它们有关的病 因为木性缺金 有金有关的容易有病 亦相对容易有血光之灾和脾胃的病 而代表金的颜色 有白色、银色、灰银 其次还有金色 春天生的人要多着白色的衣服 银色或银灰色的衣服 有助你帮助你的运气 而寄穿绿色的衣服 而代表金的物质 大家都好容易知道 金属 一切金属包括金、银和铁石 另外还有冰雪、冷的东西 镜都是属金的 而多接触这些东西对春生人特别有利 平时带多些金属做的手标 和金属的衣服也有用 不过由于黄金虽然是金 但它是黄色属于土带金 相对来说它的效力是没有银气那么强 而且本身的黄色 如果你本身其他命格上 虽然是春天出生 还有其他五行 都是有土的话 就会出现土多埋金的现象 所以我们不太鼓励 如果春天出生就带黄金 都可以带银和白银为色物 就比较好 另外 首饰里面鑽石 白幽灵 金精石这类属于金水 都可以帮助运程 而锁匙、锁、刀、斧头、王冠 猫猫和鸡 都是代表金的 可以作为色物的形态 配戴金屍眼镜 或者前排流行的白色花眼镜 都是有助加强运势 另外可以带银的戒指 代表木的食指 食指是木 带在食指上 就可以克制身体过程的木 身体上健康是如何维持呢 强的肺部 健碎的身体 都是属于金 你只要强健你的体魄 多些做运动 和白正的皮肤 所以可能要去健身 或者多些室内的运动 就可以有帮助 另外短头发都是属于金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增强你所谓的金运 令到一个春生人有很强的金运运 不过虽然刚才说过 镜对春生人有很强的坐运能力 但是镜本身在风水上要很留意 不可以放对着床 不可以对着家庭的大门 你平时可以带过镜 如果女士就带过镜 多些照镜 或者男士在床边放镜 但不要对着床 再找一份布盖住 你出门前就照镜 整理一下易用 都会帮助你的运动 另外刀具、雪柜 都是属金的 不妨多些去用 多些煮食、切食 都会帮助运程 有时有空没工作 可以兴趣不可学些什么 摄氏风、钢琴 都是属于金属发声的乐器 都可以帮助金运 可以在春天的时候 多些吃些带金的食物 什么叫带金的食物 就不是真的叫你吃金 例如雪耳、苹果等白色的食物 或者雪糕都可以 但雪糕始终冬夜就不要吃那么多 如果你想旅游散心 春天出世的人 可以考虑去自己住的地方 西边 或者天气比较冷的地方去逛逛 例如欧洲、俄罗斯、哈尔滨 北海道都是不错的损失 不妨去旅游吸禁运程 由於肺和腸都是屬金 所以缺金的春生人要特別注意有關肺和腸的疾病 另外要注意一般春生人人月 即是二月時運氣都會比較差 因為那個月的木氣特別盛 而春生人適宜打工 本身喜歡在工作尋找樂趣和提升存在感 但又不喜歡做老闆 行業方面 黃金、五金肯定是屬金 另外醫生、剪頭髮和雪櫃有關 做冷氣、賣酒、中標、汽車、買賣 和銀行業都是有關的 所謂銀行業是做Counter 或是行政的銀行業 因為股票不屬金 是屬水的 所以關係不大 我們現在說下生、夏天出生的人 如何加強自己的運氣 生於夏季的人 命格會出現火多而缺水的情況 所以我們要集中如何催旺下生人最缺水 用來克制火和平衡整個命格 而加上如果你出生在香港 因為香港本身屬於雅熱大地區 火氣比較旺盛 所以令到香港人夏天出生的特別缺水 水是包括什麼呢 代表水的器官 我們有耳朵、血、排泄系統 就是我們的鼻尿系統 還有我們的性器官、鼻和嘴 都是五行屬於水 缺水的人容易會有他們有關的疾病 以及這些器官特別容易藏污立救 所以盡量保持這些器官清潔 如果火太盛的 熟火的心、胸、眼都會出現問題 所以夏天出生的香港人 特別要留意這些部位的健康 有利的顏色是藍色、黑色 其次還有熟金、灰色、白色 多穿這些顏色的衣服 可以對缺水的夏生人有利 而代表水的事物包括 魚、水本身、藍色的天空、海洋生物 但除了海龜,海龜是不算的 另外還有老鼠、豬、玻璃 都是象徵水的 所以夏生人要多些喝水 比如你早上去游早水 會有很大的幫助 每天都一定要洗澡洗頭 盡量洗頭 洗頭就這樣 洗澡一定要 最好是一天洗兩次更好 在工作的地方可以放寶制濕機 濕一點的環境對你會有幫助 另外你又不太記 有些人說很記住 坐洗手間附近 夏天出生的人 是不怕坐洗手間附近的 而且你出街的時候 最好帶水 除了有時候可以喝水之外 水記住是水的能量會幫到你 而夏生的人 可以配戴的飾物 有珍珠 黑肉 黑壁灑 黑藥石 黑色的飾物 還有藍色的飾物 水的形狀 例如浪花紋 水紋 海洋生物的形狀 除了海桂 也可以的 可以帶藍色或黑色的太陽眼鏡 也可以 因為眼是特別熟火的 所以可以平衡火運 另外已婚的人 可以帶鑽石戒指 鑽石戒指旁邊 可以帶鑽石戒指 因為無名字就對了 因為無名字是火運 帶上去可以幫助黑制火運 平衡運 另外未婚的人 也可以帶鑽石戒指 不方便帶鑽石戒指 怕人結了分 帶鑽石戒指 帶鑽石戒指 代表水運 帶鑽石戒指 帶手指尾 可以幫助加強水運 除了結婚戒指 除了結婚戒指 也可以帶鑽石戒指 帶鑽石戒指 在夏天的時候 多吃帶水的食物 可以幫助運程 例如水果 喝多點湯 喝多點水 魚類海產 在風水學上 夏天出生的人 可以特別適合 不是可以 特別適合 住在有水附近的地方 近海 近湖 近河 由於八雲 2003至2023年 是既東北見水 所以 只要家裏 東北面 不是見水 其他方向見水 都沒有問題 2024年之後 屬於九雲 經常都說 南山北水 北邊有水是好的 除了北邊有水 其他都OK 但千萬不要南邊有水 南邊有水 就敗你的運 所以就不要南邊有水 2024年之後 我在其他編導講地雲 都會有講的 大家不妨看我其他 講風水地理的短片 另外 下生人 剛才說 不怕在廁所附近 但怕在廚房附近 睡房 千萬不要靠近廚房 尤其是睡房窗 也不要看到熟火的尖頂建築物 如果是長期沙漫窗簾 或者和家人換房 廚房不靠近 靠近浴室沒問題 不過浴室和洗手間 長期要保持清潔 不要髒 床上用品 可以用藍色為主色 可以幫助運程 而房內 不要放長明燈 即是不要長期開著燈 盡量晚上就關掉 而且家裡就不要點太多香火 如果有白開神 有地主 一煮清香就可以了 不要勞絲凍中 雙燈 雙燈 對夏天出生的人 運氣不太好 太火雲旺了 另外 裝修的時候 或者買房子的時候 留意 千萬不要選開放式廚房 因為整間房子 熱氣太強 火雲太強 對夏天出生的人 不太好 就算是對冬天出生 開放式廚房 如果家裡始終有其他人 只是旺去 其他人不太旺 就不太好 所以正常的廚房 不要用Open Kitchen 就比較好 另外 因為旅遊 都是屬於水運 夏天出生的人 可以多出外旅遊 尤其是 居住地的北方 和多水的地方 都是適宜的 以香港來說 日本、韓國 馬爾代夫、蘇梅島 這些都不錯 另外潛水 可以幫助你的水運 另外坐游輪出海 都是一個好選擇 缺水的下生人 要特別留意 容易出現耳、腎、腎、排泄系統 新植系統的毛病 另外容易出現耐出血和眼疾 眼很容易有問題 所以夏天出生的人 當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留意你可能是缺水運 多點飲水 注意自己的健康 注意自己的風水佈局 就可以幫助到你的運氣 而行業方面 賣水、水產、股票、航運、保險、水利 清潔公司、游水教練、救生員、化妝美容 化妝美容就是 真的幫人做Facial化妝美容 賣都可以的 但不要是醫生用刀幫人做化妝美容 另外記者、廣告行業、消防員 消防員也是一樣的 消防員用水去救火 水運很旺 由於地理位置和環球形勢的影響 在香港的下生人的運程 相對其他三季 即是春、秋、冬來說 就不太順利 不過世界公平 通常在疫境內成長的人 都會更加證明進取 都有不錯的成就 說完春天、夏天 就到秋天出世 秋生人如何加強自己的運氣呢? 生於秋天的人 因為命格就會出現金太旺的問題 太多金 主要我們要集中摧旺金人所缺的木 來化走太多金 而由2003年開始 這20年 即是三元八雲 地球行的大雲屬於土運 在土、黃金之下 多金的秋生人更加需要木 而我們的肝、膽、腿、竹、鼓歇、聲道 都是五行屬於木 缺木的秋生人容易有跟他們有關的疾病 如果秋生人本身五行缺木 亦容易會有眼疾 會有神經過敏、憂鬱症等問題 因為肝膽對人的神經系統有連帶影響 而木的代表顏色有綠色、青綠、草綠都可以 穿衣時多選這些顏色 另外如果怕太單調 可以配上藍色、黑色都可以 但既白色和銀色要留意 物料用植物的纖維比較好 例如麻、棉都可以 避免穿皮褲或膠纖維做衣服 由於頭髮和指甲都代表木 留長頭髮和指甲 甚至留鬚都可以幫助木的運氣 每天出門的時候 記得整理好地 梳整齊 對你的運氣有幫助 而代表木的事物 當然是木本身 飾物上帶有木的 例如蜜蠟、樹液的花石 即是馬路、綠幽靈、翡翠、冬靈石 都可以 兔和老虎 都是屬於木的形態 可以多帶這些飾物 另外配戴木造的眼鏡 都有做運氣 現在很流行 木就是手造眼鏡 另外打一個藍寶石的戒指 在代表木的食指上 都可以加強你的運氣 水生木 由於文昌星 有你讀書的文昌星 本身是屬木 當你獻木運的時候 尤其是秋生人 特別容易出現成績倒退 記憶力衰退 所以平時帶一本書在身 黃你的文昌 都會黃你的木運 而另外秋生人 可以透過寫作 練習毛筆書法 去幫助你的運氣 除了修心養成 還可以幫助木運 而上了年紀 除了這些之外 都可以去做運動 耍耍耐極 沒有太極劍 太極線 都可以幫助你增強木運 在秋天的時候 多些吃大木的食物 哪些是大木的食物 蔬菜類 芯 綠茶 都可以幫助你的運氣 另外旅遊方面 屬於秋生的人 可以多去位於居住地方 東面 和多樹木 多自然環境的地方都可以 以香港來說 可以去台灣 日本 美國西岸 紐西蘭 這些都沒有問題 可以幫助你吸收木運 而且紐西蘭的空氣還不錯 至於行業方面 秋生的人 適合做出版界 和紙張 木頭 成衣 木刻 種植 書店 圓藝 室內設計 室內裝修 按摩推拿 物理治遙 寫作 對人的服務行業 宗教界 老師和政府工作 都是有利 現在就到冬天出生的人 對呀 東生人如何加強自己的運氣 生於冬季 會出現命格太寒冷 水太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集中趨往東生人欠缺的 火運 暖身來助運 由於香港 本身位處於熱帶地區 火運比較盛 所以東生人比較不會缺火 運程比其他位置順利 有些人會說 那不是土黑水嗎 為何不是用土運呢 其實五行內 土的特性和其他不同 所以我們四季坐運的方法 有金木水火 我們不會用土來坐運 我們說回有什麼是熟火 五行內熟火的部位 包括心 胸部 眼 血液 一些細的骨落 我們的關節和鼻 都屬於五行的火運 如果注意 欠缺火運 或是太多火運 都會剛才說的器官出現問題 另外 便秘 都是跟火太多有關 如果在香港出生 本身有多火 夏天出生的人 就要留意容易有這些問題 冬天人 也要留意 只因為缺少火而出現這些問題 由於 所謂涉心相通 舌和心相通 我們叫做 東生人如果欠缺火 舌舌特別容易有毛病 容易咬傷 容易出現腫脹 血液不好的問題 缺火的人 容易出現夜晚睡得不好 以及四肢冰冷的問題 我們怎樣可以幫助我們 吹旺我們的火運呢 就是用紅橙紫 這些紅色系的顏色 都是屬火的 我們穿衣服的時候 可以多些選擇這些衣服 另外 青銅綠屬木的顏色 冬天出生的人都可以用 但如果你怕用大紅帶子的顏色 可以用桃紅粉紫粉紅 都有一定的火運可以幫助你 橙色也不錯 另外冬天出生的人 可以帶些紅色的飾物 例如茶蒸 石榴石 玫瑰揮石 也可以帶紅寶石戒指 代表木的食指上 加強火運 用木生火的原理 幫助你的火運增強 而代表的事物 火運當然是火 代表它 另外還有太陽 發熱的東西 還有三角形 還有馬和蛇 這些圖騰 都是代表火的 而所謂鳳凰 更是火中的火 另外煮食 廚房 燈光 都是屬於火運 由於晚上的時候 氣溫低 而且整個火運 因為沒有太陽 整個火運降低 所以冬天出生的人 你的火運會很低 千萬不要游早 游水 最好選正午 早上起床都不要洗澡 最好就是 中午過後就洗澡沒問題 夜晚太夜都不好 因為火運太低 你洗澡吸收太多水運 太寒 對你不好 另外 冬生人 千萬不要吃生冷的東西 喝雪糕 刺身 都儘量避免 要吃 都是夏天才好吃 其他季節就不好吃 而冬天的時候 多些吃大火的食物 除了暖身都可以坐穩 吃辣 薑 火鍋 燒烤 羊肉 朱古力 或者你不怕吃蛇 都可以 另外 天然的顏色 是紅色或橙色的東西 都是帶有火的 咖啡也是有火的屬性 天然顏色 即是蛋糕染度 藍綠色的 糖那些 不算 在辦公室方面 可以多用一些紅色的文具 可以找一張紅色的椅子 來幫你 如果沒有紅色的椅子 就有一個紅色的椅子 在椅子上也有幫助 如果可以的話 多一些在辦公室 點賣香薰 和放抽濕機 都可以幫助你運程 風水上 冬生人 是不怕家裡外面 見到象徵火的尖塔 其他季節是不行的 另外 冬生人 可以躺近廚房 記住 最忌是洗手間 千萬不要躺近洗手間 工作的地方 都想辦法 不要坐近洗手間 由於夜晚太陽下山之後 火運 整個地球的火運都會少了 太陽下山那些地方 所以床上用品 盡量選擇紅色色為主 如果不喜歡大紅大紫 就是粉紅紫紅 或者選橙色 也可以 旅遊方面 東生人可以去一些熱帶的地方 和出生地的南邊去逛逛 例如澳洲 紐西蘭 南派平壤島國 即是菲製 什麽亞都可以 另外東南亞地區都不錯 南美洲 或者夏威夷 太陽陽光 如果是比較好的地方都可以 非洲 例如馬達加斯加 那些都沒問題 拉斯 維加斯 都是屬火的 如果去美國玩 不妨去阿拉斯 維加斯級 火運 行業方面 飲食業 電器業 廚師 紀律部隊 煙草 光學 太陽燈 白事 即是制止 政府工 馬術 滅鼠 這些都是屬於火運的工作 這些行業都有利東生人 利用五行催運運氣的方法 我們就趕到這裏 有些朋友可能會說 師傅剛才提到六十命格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主題 想我們說的話 我會考慮一下 因為實在太多了 你看這本書 這麼厚 我想一下 怎樣可以拍到影片 來告訴大家 簡單介紹一下六十命格 是怎樣 剛才提到 記住 我們出生季節 就用我們片頭 介紹的方法來計算 不要用一二三月是春天 這些是不對的 很多謝大家收看 另外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不明白 或者有什麼主題 想我們說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多謝大家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你like share 和訂閱我們 訂閱的時候 記得按下方的鐘仔 還有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歡迎你留言 或者你有什麼題目 想我們說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 多謝